网上关于司马南的谣言一直就不断呢 有一个肚子上转轮子的机构啊 在国外造了大量的谣言 几千条原创的谣言 然后在国内发酵 经过中国的公职和那些呢 反正也是我得罪过的人 我聊着过人 人家反弹 在放大 关于我的谣言很多 最近两天 说胡锡进说司马南在美国有八套房子 你太无耻了 你造谣我也算了 我都没感觉了 你这么造谣老胡 虽然我跟老胡在有的观点上有分歧 但是老胡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这两天老有人把这个消息发给我 我都回他们 我说你要能证明 25万美元买的那一套房子之外 还有其他的房子 全归你 这些关于司马南的谣言 你脑子好使都可以很容易分辨 但是有一种谣言非常恶毒 说司马南跟美国前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有联系 那这个东西 我看了之后我还咋着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我跟他还有联系 什么联系 人说经济联系 说拉姆斯菲尔德投资给你 哈哈哈哈 再往下看 说是拉姆斯菲尔德 通过一个叫李诗默的人 投资给司马南 司马南跟李诗默 是拉姆斯菲尔德都是一伙的 哎呀 都说中国创新力缺乏 你看看这些专门和司马南的 这个组织 这个小团伙 这个朋友圈 人家都有创造力 不过还有人信 那你怎么办 李诗默这个人我是认识的 打过交道 青年才俊 我前不久在海南的时候还讲过李诗默的一篇文章 李诗默有世界性眼光的这么一个青年协主 而且他对市场很熟悉 对金融很熟悉 今天我有看到李诗默和马来西亚总理安安瓦尔这个对话 我决定把马来西亚的总理安瓦尔和这个李诗默对话的内容跟大家说一说 谣言的事让他自己过去 谣言这个东西 也辟谣辟不过来 我就是个退休老头 没完没了的生活在谣言里 我现在四面八方全是谣言 所以在北京啊 有新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都跟人解释一下 我说我知道你在网上搜来的关于司马南的印象都很花 但是我告诉你啊 关于司马南的谣言里面 出来2010年中美关系还大概过得去的时候 我们家人在美国买了一个房子之外 别的那些事都是谣言 辟谣是个很复杂的过程 你辟不过来 所以我根本就不忌讳说李诗默 拉姆斯菲尔德 如果他真给我投钱了的话 你告诉他钱在哪呢 找出钱归你 1996年当时是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写了一本书 名字叫亚洲复兴 在这本书里边呢 安瓦尔勾勒了一种愿景 说亚洲可以复兴到全球北方 与全球北方向媲美的程度 亚洲国家可以在求同存异当中走向繁荣 两年之后 安瓦尔因为和那个 现在年纪好大的马哈蒂尔先生政见不合 背脚给踹 然后他就变成反对的 反对党两次被抓进去 进监狱啊 到了2022年 已经75岁的安瓦尔 第三次向总理职位发起冲击 结果获选成功 上任开始之后呢 安瓦尔就提出来几个原则 六大原则吧 第一条叫永续 第二条叫繁荣 第三条叫创新 第四条叫尊重 后两条是信任和关怀 他把这六大原则作为呢 执政理念 团结社会引领马来西亚 然后重视和中国的关系 他多次强调 马来西亚不会选边站 美国人呢 多少次想拉着马来西亚呢 加入反话圈 人家不干 这么一个背景 就跟您交代一下 被称之为代表了美国国防部长 美国前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 给司马南投过资的 这位李世默先生 就这两天就见了安瓦尔 李世默是与观察者网 董事长的身份 和安瓦尔交流的 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 讲亚洲复兴 两人讨论 讨论深入了 那就讲讲 在单济时代走向终结的今天 亚洲和伊斯兰世界 在多极化世界当中 扮演什么角色 有人会想 听到这儿一定会有个疑问 怎么扯到伊斯兰世界 就说亚洲吗 告诉各位 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人口三千多万 百分之七是马来人 华人占了不到三分之一 印度人占六点六 虽然是多民族 多元文化的国家 但是官方宗教是伊斯兰教 所以李世默跟安瓦尔 那很自然就说到 亚洲和伊斯兰世界 在这个世界当中 扮演什么角色 觉醒的全球南方 如何形成团结一致的力量 来应对全球挑战 两个人聊得很好 当然了 加沙危机 俄乌冲突 以色列如此大规模的 种族灭绝的杀人行为 还包括供应链 安全 美元 等等问题 两个人聊得很好 李世默年轻 特别会说话 开篇 就把七十多岁老总统 给葫芦的很舒服 李世默说了 总理先生 我养牧你很多年 不是几年是几十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我还是个研究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生活在兴奋和困惑当中 兴奋是因为全球化 带来的经济增长 困惑是因为 我们被告知 历史正在终结 那时候 他们说 我们都将成为美国 所有的国家 只有一条路可走 就是放弃自己的政治文化 乃至宗教和传统 接受西方价值观 然后我一个同学 把一本书递给我 就是这本书 当时拿了一本书 就是我刚开始 跟各位介绍的安安瓦尔先生写的那本书 好了时间过得真快 这期先说到这 关于他们一老一小 更深入的交流些什么东西 我下期节目再跟我讲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司马南再见